主席 黃副院長 在座交內閣團隊以及所有的醫院同仁 大家好 今天講的議題 國次論講 核安資訊透明化 人民理性來決定 我們今天看到行政院長針對核氏案件做一個專案報告 裡面大概洋洋沙沙寫了幾個重點 有關我國能源政策 文件檢核 打造綠能低碳環境 全面重新檢測 確保核氏安全 理性溝通 擴大全民參與 事實上核能安全的問題 這幾年來 從日本的核電廠發生這個問題以來 大家不斷的關切 全世界也開始走向非核家園 或者是讓核能停業的種種這個問題 但是究竟應該怎麼做 我想還是要穩健來思考 理性來面對這個問題 最重要的問題是核能安全的資訊透明化 那其實這個核氏的問題困擾了大概二十年 究竟這個裡面的這個情況 它安全的結構 或是未來它承載這個能力等等 大家也是一頭霧水 母煞煞 都不清楚 那昨天又地震 那如果面對大的地震的時候 這個核氏有沒有辦法承受這樣一個地震的災害 我想都是值得去思考的問題 那今天報紙有講 如果停建核氏 有人放話說股市要跌兩千點 我覺得在這個時間 用這種聳動 或者是要來刺激人民 或者嚇唬人民的方式 我覺得這個是開倒車 很多事情應該是 資訊要充分透明理性的溝通 所以希望說在最近的這段時間 立法院已經開始開議了 我們希望說各政黨能把政黨的色彩放到最低最低 那不要有政黨的這個色彩 我們回歸到公共的討論 全民來參與 那今天是3月8號 婦女節 我想很多婦女同胞們 今天一方面要祝大家婦女節快樂 另外一面我想 婦女跟我們一樣 最關心的就是永續的家園 孩子未來的安全 所以我們在這裡還是希望說 這個核四庭建的問題是全台灣 是我們共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議案 所以希望大家能理性溝通 那也希望行政團隊可以提供最好 最強而有力的這個資訊的一個備員 讓我們充分的了解